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画过那长空的大风 你张扬不尽我民族的希望 雷白了云头的苍天 你写不住我英雄的篇章 画过那长空的大风 你张扬不尽我民族的希望 雷白了云头的苍天 你写不住我英雄的篇章 画过那长空的大风 你张扬不尽我民族的希望 雷白了云头的苍天 你写不住我英雄的篇章 画过那长空的大风 你张扬不尽我民族的希望 雷白了云头的苍天 你写不住我英雄的篇章 你写不住我英雄的篇章 雷白了云头的苍天 你写不住我英雄的 我写不住我英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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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写不住我英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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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水淋勒最近心事重重的 是不是和你有关啊 你这话怎么像是问了吧 没这意思 只不过为你担心 为什么 你是装傻的还真不知道 自从我在您手底下当兵开始 我就知道我们这位老首长 特别有女人缘 君月兰肯定是为你动了情的 可你呢 却偏偏没有任何表示 这些天 又特别对梅红女的事格外关心 别说君月兰 就连我都觉得不对头 你这一反一仗的 君月兰能不觉得心事重途吗 让你当董事长 恐怕不光是多端利益 世界发展的需要吧 想的还挺多 别把事情想那么复杂 我实话告诉你 我现在还没有兴致 谈感情的问题 君月兰让我当董事长 还有更深的意思 他想拴住我 让我全心全意地为都得利服务 他这个决定啊 还是很有气魄的 师傅啊 我跟你说实话 我对都得利 从来没有三心二意过 这些日子 我一直考虑融资的问题 我想尽快地把路川的 蔬菜水果基地建起来 同时咱们再搞一个 转基因工程研究 咱们也赌一把 不能总停留在低层次的发展手机上 对吧 你最近 经常和金融股票界的人士来往 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事 不完全是 陆成为公司成功上市 对我的感触很大 我觉得啊 咱不能像个门外汉一样 坐到台下看戏 问题比咱们预料的严重 陆成为已经把手伸向天宇了 黄禅志这段深人举动 似乎和陆成为是有关系的 我琢磨着 天宇基因五百强搞战略扩张 只是个表面文章 如果不加强适当的防范措施 国有资产流失 将是个巨大的数字 石董事长 非常抱歉 你好你好 上次咱们拍这个专题片 还差一些镜头 能否请您再配合一下 就冲击这种穷追不舍的精神 我能不配合吗 不好意思 我说点想法 你给梅红宇做的节目 有点不太冷静 我们俩都看了 看了看了 是吗 效果还不错 我们今天上午收到不少电话 也许我多虑了 你让我帮忙拍什么 您推荐那个自强自救的典型毛小妹 说我要不是家里把那笔钱全押上 你能有这个吃香的喝辣的职位吗 抽烟 抽烟 小传说在院子里的鬼啊 那就气负 气负 你懂什么 我刚扫干净了 你看你 头发又不是草 到底是当领导了 叫你个臭梅 压 轻点啊 弹子 门儿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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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你往下 我是出北斋的老华 王师傅 给你送起点小菜 谢谢啊 谢谢 病高生 好 大龙江 杨城湖的大闸蟹 小娟 叔叔没骗你吗 三文仪 白左虾 大王别姬 这都是我想吃的 吃什么 好了好了好了 嫂子 有了有了 大家吃吧 菜点的多 大家慢慢吃 好不好 走一个 小娟 你今天唱的是哪一首啊 反正不是红门叶 俗话说吃百家饭消灾 今儿就为我们这两个孩子 消消灾讨个吉利 小娟 你说清楚点 这什么意思 那些饭店酒楼 听说我要请老邻居吃饭 我想表示表示 小娟 你这么多的菜 几个饭店拿来 十八家 多少 十八家 十八 春 这毛小妹啊 确实值得你们好好的拍一拍 她身上有我们这个民族很多美好的东西 能得到您的肯定 说明我们的选择没错 不过这期节目拖到现在还没完成 播出时可能实效性要大打折扣 啊 我听出你的悬外之音了 看来我是冒犯你们媒体了 其实我绝没有不积极配合的意思 那好啊 我正在策划一个新的节目 想把您和陆成伟请到一起 来此一屏对话 就一些深刻的话题展开讨论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吧 你放心啊 我随时听从你的调解 好不好 好 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 你好 这是我们马经理给您送的鱼翅鲍鱼汤 你们这个马经理搞得也太复杂了 怎么也不听招呼呢 真是 来来来 我们马经理说 这都是托了您老人家的服务 其实家常态 运力表示我们点心力 好 好 那个谢谢你们啊 回去对你们马经理说 说他要办的那个事啊 过来就办了 好不好 谢谢啊 慢走慢走 这鱼翅啊得赶紧吃 这东西冷了就不好吃 好好好 先吃鱼翅 这就是鱼翅啊 我还以为是粉丝汤呢 粉丝汤 小全真够意思 这上了鱼翅啊 又上了这大虾 档次上去了 这桌至少得两千块钱吧 大虾 这叫龙虾 奥龙 在饭店吃一斤两百四 你看这虾头 就知道这虾有多大 没五斤也差不多 两千 我老实告诉你 就最后上的这四个菜啊 没三千下不来 这桌上除了这冷盘 哪个不要掏五十块钱以上 我的天 你算算吧 来吃啊吃啊 小全 这不对啊 这海鲜酒楼凭什么送你鱼翅龙香 我说小全啊 你得到这个职位可不容易啊 别只顾眼前 把事情给搞砸了 李叔 我又不是糊涂虫 我知道哪轻哪重 再说了 就我手上这点全 我就是想犯个案子 我也难 你不是说 今天这四个菜值三千块钱吗 这个饭店啊 肯定有什么事要找你帮忙 你可得谨慎一点 李叔啊 刚才说的对 你说这么一桌菜 你肯定没花一分钱 小全啊 不是我说你啊 今天做的呢 有点过 小全 你以后啊 真是要小心一点 咱们大家都是老邻居了 你用不着撑这个面子 我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我会有分寸 苦日子过了这么多年 我能不知道珍惜 我现在得到的一切 其实我就是芝麻大的一点全 可恰恰的这点全 我就能搞到这桌饭 我就说说这人和海鲜的事 现在有汽车的人是越来越多 饭店酒楼都为着停车位的事是大伤脑筋 现在六点半以后 华西大道牛市口 红绿灯左边五十米 化成了人和饭店的临时停车场 能停十八辆车 就这些车位啊 他还是嫌不够 他希望暗中再多化给他们四五个车位 这事恰好归我管 你们想 这五十米和六十米在晚上谁能分得清楚 于是我就 所以这饭大家尽管放心吃 今天有十八家九楼饭店给我们送了菜 因为平时他们有什么困难 我能帮的我全帮了 不过你们放心 昧着良心的黑事 我周小泉绝对不会做 小时候我就知道 这吃百家饭穿百家一的孩子 长大了有出息没灾没难 这顿饭就算是咱们为这两个孩子讨个吉利 卫明哥 嫂子 红月 咱们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是生不了官也发不了财 但我们都有儿子呀 我们不能让孩子载走我们的老路 其实我就是一个市场管理员 一个芝麻力大的小官 只要稍稍动动脑子 就能吃上这百家饭 有时候我就在想 在中国到底是做哪一行最有出现 当官啊 这个呢 梅红宇被辞退以后有什么动静 为此事 电视台专门做了一档节目 对 在西平反应挺大的 那样做只是炒作一下而已 解决不了大问题 尤其是牵扯到外企 还能解决不了 对了 陈伟 昨天那个钟小姐找过你 对 她想请你做嘉宾 参与她主持的一档节目 我知道了 那个女人很聪明 她是想让我和史天雄 有一次对话 其实是给我们提供一个角斗的平台 她做裁判而已 小妹 哎呀 等你呢 哎呀 到哪儿去人家 中午啊 家里有点事 可耽误了 我听说是你们邻居 花钱买了个锅 请大家吃饭 是啊 小桥啊 他管家的十几家饭店 中午给我们院送来了一桌百家宴 都是我们从来没见过的 可丰富了 他还告诉我们这儿的孩子 说啊 还是当官好 让长大都去当大官 师总啊 我可是听说 你把一个很大的官给辞了 来我们都得里打工的 你说 这人到底该追求什么呀 这个问题提得好 这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 师总啊 那您说说吧 其实这事说起来挺简单的 人吧 都有个上进心 也可以说是争强好胜吧 你说你上小学的时候啊 当个小队长 喝心里挺美的 对吧 然后当了中队长 当了中队长 你就想当大队长 在学校当个干部 说明你比别的孩子 学习成绩好 优秀 到了社会你当了官 说明你有本事 有能力 可以带领大家去干点事情 对吧 要不怎么说叫领导呢 对不对 把当官啊 作为个人追求的目标 我认为啊 也没错 尤其现在人们观念不断的变化 你当官也罢 你当了官辞掉也罢 都是你个人选择的权利 关键是如何发挥自身的能力 为这个社会做些贡献 不枉此一生 对不对 特别是现在 人们对今天的贪婪 变得赤裸裸的时候 你当个好官 当清官 尤其难得 谢谢 谢谢 小妹啊 你自己从一个下岗工人 到自己开育员店 然后现在又到了 都得利当部门经理 对这种社会地位的变化 和生活的改变 你满意吗 有没有什么对大家要说的 自从下岗以后 我什么活都干过 可是我从来没有像现在 这么踏实 这倒不是说 我现在当了经理 生活条件改变了 可是那个时候 我一个人干活干得欢事 现在跟大家一起 干活干得带劲 我觉得自己每天都有 很多很多想干 又干不完的事 这一个人呢 当这一个人 把自己的命运 和集体的利益 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自己活得很有意思 要说满意啊 能为他人 为社会出把力 同时呢 又得到大家伙的信任 得到社会的回报 我想没有什么 比这个更让我高兴 那你对现在社会上 这种金钱观的改变 是怎么看的 有没有羡慕过那些 有钱的人 我明白一个道理 你有多少能耐 就能挣多少钱 你出多少力 就能得到多少回报 一个月几百块钱 是过日子 一个月几千块钱 同样也是过日子 这钱的多少啊 是不能衡量出人的生活 快乐和不快乐的 多少个挣钱 很少的家庭 不是也是过得 呵呵美美 甜甜蜜蜜的吗 我想啊 这个钱这个东西啊 是在任何时候 都没有够的 这个人 应该把自己放在 一个实实在在的位置上 这样呢 这每天的生活 才会过得有滋有味 要不怎么叫 知足常乐呢 毛小妹的话 给了我们一种启示 人活得快乐与否 不是金钱和地位 所决定的 它取决于我们的生活态度 每一个人都渴望自己 成为一个对社会 有所作为的人 下岗工人也是如此 处长 遇到一个合适的 日语十分熟悉 英语法语也懂一些 人长得很漂亮 也很有味道 你小的真行啊 连什么味道都咋不得出来啊 处长 我也窝起 您再考考他 行啊 他日语怎么样啊 这年头啊 人才是呢 假冒伪劣得多得很啊 他是被日起辞退的梅红雨 梅红雨 啊 他人长得挺漂亮 上次我儿子还说呀 说他 给的镜头太少了一点 如果是他 最好让他另谋高就吧 处长 这可是打着灯笼都拦着的主 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 你们处长这么处理 非常正确 陈总的老婆是出了名的处谈人 弄这么漂亮的姑娘 放在总裁办 出了问题啊 处长就是出气筒了 这点呢 我倒没有考虑到啊 哎 小天 陈总呢 脾气火爆 要求部下 绝对服从 呃 如果咱们给他弄个刺头回来 我想你我都很难担待 另外呢 咱们公司呢 主要是跟日本人打交道 如果客户知道 咱们这儿有一个抗日英雄 我想 人家心里肯定不会高兴 这样吧 总得走吧 没找着啊 远着点的也行 早找着了 找踏实不是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都这样 我就不应该找一个说法啊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不明白啊 上了一回电视都认识我了 都不愿意要我 我又不是温神 这祖上也不知道谁做了这些缺德事 遭这种报应啊 哎呀 别抱怨了 跟祖上有什么关系啊 我就不信所有人都是这样 我明天还去试试 妈 你知我没吃药啊 我看你不是忘了 哎呀 不吃了 不吃了 一个月花七八百块钱 不吃了 妈 你怎么能这样 你还嫌家里不够乱啊 非得住到医院你才踏实是吧 不吃了 不吃了 早死一天 是要拖累你一天吗 行了行了 我随便你 我也不找工作了 跟你一块死 小四呢 老齐啊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你认为我又是白花钱了是不是 告诉你吧 小四这次赢了 咱们的大事人啊 现在正满世界的找能打国际长途的电话 做副省港女婿的梦呢 他怎么不跟你们一起回来呀 这就是小四高明的地方 这个鬼丫头啊 心大呀 王传志说要去香港看一看她的分公司 上午的飞机刚走 小四就提出来要去香港看她的姨妈 我这才恍然大悟 王传志为什么对曼谷的红灯区不感兴趣 江巧思做这件事的时候瞒着我 说明她另有屠龙 你说她脚踩两只船 她踩三只船踩五只船 跟咱们也没有关系啊 是不是 江小四刚刚提出来 要去香港看她的姨妈 那古狼就说了 要陪着她一起去 让我给拦住了 你说说啊 这是不是意外的惊喜 梅宏宇这边情况怎么样 每天在找工作 这组节目的事情 我在电话里跟你说过了 外企业不收到 我可以理解 可是国营企业也不要她 这是我真是没想到的 真是没想到的 梅兰连进口药都不敢吃了 都是好消息啊 王传志也真正意识到 自己是个穷人 从毛小妹的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 底层民众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他们坦然面对社会变革中 自己面临的困境 不等不靠 迎接新的挑战 开创了新的生活 不可否认这样一个事实 在深化改革的今天 人们对金钱和地位的价值认识 以及对英雄的概念界定 都发生了变化 车到山前必有路 你就不用操心了 你说这人怎么都这样 受了那么大委屈 就不能让人家说说了 吃饭吃饭 西瓶有上百家大公司呢 不会都是这样的 进来 谁啊 我 你好 只剑下石总来了 怎么才吃饭啊 走 吃饭吗 吃过吃过吃过 那么大的领导 光临寒舍 真是不胜荣幸啊 你的事我都听说了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说 我们现在正瞅着 其实也没什么过不去的难关 要说请你帮忙吧 你还不见得能帮得上 那股狼还好吧 股狼 挺好的 陪着你那个前人小舅子上东南亚观光去了 你的工作找到没有 我在考虑要不 工作 差不多了 有一家英国的外资企业 还有两家国有的大公司 都等着我挑呢 这我就放心了 耽误你们吃饭 走了 你再坐会儿吧 不了 妈 人使先生肯定特别忙 别耽误人时间了 今天我确实有事 改天再来看你们 好啊 那小伙子呀 先坐吧 别送别送别送 送送 慢走啊 那慢走 我送吧 再见 再见 这孩子怎么这样啊 骗人家干什么呀 人家好心好意的 他要只是随便同行咱们一下 也帮不上什么忙 他要真把咱们的事放在心上了 还会再来的 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 我没有意思 天醒 聘用钟森司的经理的事 我和时光将农搞了个方案 你看看吧 我还用看吗 那当然了 好 我看看 对了 那个建基地融资的事啊 我已经有了眉目了 看了有些事 咱们在观念上应该有所改变 原来 如果咱们持有51%的股份 其他方面做些让步 你不会反对吧 别忘了 你现在是董事长 一般来说 总经理是要理解 并执行董事长的决策的 我总是把自己身份给忘了 看来这把椅子并不好坐 你那些女房东们 生活持续正常了吧 可能已经正常了吧 什么叫可能啊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她说两家外企争得聘她 就这些 我说吧 梅小姐的事 又不找我们操心 梅小姐的事 你这是去哪儿啊 我去找工作 没什么救世主 红宇 我知道 这些天 你受了不少的委屈 我 我给民航售票处打过电话了 香港飞西平的航班准时到达 不是半夜 是中午十二点四十 准时到达西平国际机场 红宇 你听我讲 昨天回来以后呢 事情确实很多 十几天了 我一直在等一个岳阳传呼 就是没等到 你从香港回来 已经十九个半小时了 就不绕呼我一下 现在满大街都是公用电话 红宇 你听我解释 我不听 红宇 你听我说 让开 你说 要是现在我们路川十业 邀请他加盟 他会同意吗 那说 他对你一直有成见 到底是小胡人家的女儿 没办法 现在吧 他连我也怪罪 昨天呢 把我狠狠地给骂了一顿 能不能和解 另说 我一向敬重 有傲骨的人 梅小姐被日本人 无端地开除 到电视台做节目 讨个说法 大可以提到 捍卫民族尊严 小也是捍卫人格尊严 令人敬佩 不管他领不领情 也不管你们今后的关系如何 这件事情 路川十业不能够袖手旁观 是的 是的 大齐一点 挨女人骂是你的福气 不管他对我有没有成见 我也要表达我的心意 老齐啊 下午我们和谷先生 去请梅小姐出山 你带上一点现金 好的 喂 姑娘 张大哥 王正的 我在电视上看见你 那日本人真不是东西 你这不顾人了 小妹到都得利当领导去了 我这儿现在只卖早餐了 顾俩中点工 从早上六点钟 一直干到上午十点 其他时间我一人盯着 这些馒头小菜 都是小妹他们都得利公司提供的 你这样也太累了 干脆上都得利算了 不成 这累的的确是累了点 不过在这儿干活心里踏实 你刚才这主意啊 听起来好像真是不错 等回去 我跟我们领导好好见一见 梅姑娘 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呀 没人要我 我都去了两家了 不可能啊 这种人比较拥挤 阿姨 陆总和齐先生来看您了 这边就是梅宏宇的母亲 干杯哥 齐先生来了 这是我们陆总 大姐 您好 陆总 陆总来了 陆总快 屋里坐 屋里坐 陆总来了 进进进 快 陆总 灯了点脏 你擦的 陆总 坐 坐 我给您倒个水 大姐啊 今天上午 姑娘才跟我提起 这件事是有点委屈 没姑娘 我们这姑娘 招谁惹谁了呢 您说呢 大妹子 你应该给我来个电话呀 我们没哄你了 你好强 不让我说呀 我们陆总啊 也当过知青 听说您在乡下 落下毛病啊 早就想来看您了 喝水喝水 这哪像我们知青的兄弟啊 都像我个大侄子 如今是你在天 我在地呀 大姐啊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我只是机会好一点 这些年呢 一直想为咱们老知青 做点事情 是是 大妹子 家里两人下岗 用钱的地方多 这是老知青的一点心意 请收下 这可不能收 陆总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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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能收 大姐啊 这几千年的修行 才能在一起做知青 又都是在云南 别客气 你就收下吧 那 那 那我就收下了 这才对了 收下了 原分呢 哎 约南 有财长我看了 咱们全都招聘 全都招聘 对 杜德利现在经费西比亚 人才是关键 财务部总监和技术部经理 还没有合适的人选 这两个岗位 我希望是好中选优 尤其是财务总监 我希望它是金融行业中的精英 都在琢磨什么的吧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对了 我去趟路川 下午的会女主持一下 行 没问题 哎呀 我跟你们太没有缘分了 坐坐 你们要是早来半天 我就不跟他们签了 最近这几天挺不顺利的 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 我不想 要不这样吧 我合同期一满 我就 没关系 人品和信誉第一位 我很赞同你这个做法 不管在哪工作 只要你开心就好 祝贺你啊 谢谢 没大姐 红宇啊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再多坐会儿 不坐了 古老 这两天你就先不要上班了 好好陪陪红宇 行 再见 红宇啊 来送送陆先生 不用了 再见 那好吧 你们慢慢走 再见 我算了 秦先生 陆总啊 慢走 慢走啊 这能有一万块钱吧 收收收 我看你怎么还这个情 嗨 人家陆总拿一万块钱呢 就相当于说咱们拿一块钱 咱平常上街碰见个耍把戏的 不得给个块把毛的吗 我听你这话有点不中听 这陆总要没有在云南插过队 我一分钱都不会收 我一分钱都不会收他 是是是 这是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的感情 跟你说了呀 你也听不懂 红宇 把你那个合同拿给我看看 什么合同啊 没合同 你脑子有毛病吗你 你脑子才有毛病呢 我说你是自作多情吧 你还不承认 你是怕你自己爱上人家吧 我告诉你啊 人家陆总仅仅是怜悯你 你说的什么鬼话 我是 我是害怕我自己爱上他 怎么了 我说的是鬼话 你刚才放弃了一个 多么好的机会 你知道吗 你在他的手下 只要说你自己 能够把握你自己 你怕什么呢 神经病 你才神经病呢 你给我出去 走 你走不走啊 不可领域 选男人呢 也要货币三家 妈 你这要收他的钱啊 我看哪 陆先生不是个坏人 你说连鼓郎都嫌脏的地儿吧 他能一屁股坐下来 他的钱呀 妈能收 你就没有看出来 他要的是什么吗 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哎呀 你看这花 有多漂亮啊 我看他是真心的喜欢你 我看他是真心的喜欢你 人家又没有结婚 你要是跟他好啊 你能两个人手拉着手 登天门成楼子 哈哈 哈哈哈 鼓起啊 你的鼓起 王总 这次出国考察 在国外进城的事 谈怎么样了 在东南亚建厂 时机还不成熟 日本和台湾 垄断了那里的家电业 布里亚已经在追问了 我们还是把重点 放在国内 先选一些中小企业 重点的意义 王总 您确定的方向吧 是啊 不要局限在家电业 天宇要搞个跨越式的发展 必须是得搞多元化 今天我有点累了 你们先回去吧 好吧 要走了 老子 再见 再见 慢走 别送我 怎么了 好像有心事 路程伟说的是对的 我是走了不少的弯路 弯路 你一直挺顺的呀 你懂什么 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布里正为我王传志准备后事 喂 是我 刚回来一拨一拨的人来汇报工作 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 谁呀 你不认识 你先睡吧 我到我办公室去一趟 都这么晚了早点睡吧 我先睡吧 睡吧 睡吧 据我的了解 国际上的商业运行轨迹是这样 当人均收入250到600美元的时候 这种连锁基因店开始大面积地出现了 当人均收入600到800美元的时候 这种超级连锁店将成为市场的主导 国际化的基因特色将成为主流 那这不是更可怕了吗 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已经快到800美元了 可我们这小超市才刚刚起步 经得起国际商商的冲击吗 国内的商业和国际商的差别 主要表现在这个 采购成本 物流配送 和资金运用的效率上 那么加入WTO后 要想不被吞掉 那么只有撞到自己的实力 尽可能地把市场做大 所以那个资金的瓶颈必须突破 我想这样 我准备 在股市上要钱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这招期风险太大了 血本无归的老板 我见得多了 看来你是无条件地反对我了 不可以更改了吗 我想你是了解我的 你有多少胜酸 当然胜酸的几率高了 我已经让北京一个朋友 帮我请了一个金通股票的专业人士 来帮我操盘 操盘的计划这两天就会交给我的 我告诉你 这件事一定要保密 不能告诉任何人 如果泄密的话 咱们就倾家荡产了 那你要投多少钱 想办法贷款五百万 加券商的五百万 总共一千万 一千万 你真想让我血本无归啊 不 我是想让你摆脱资金的束缚 支持我 我要是反对呢 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都偷我 你的岁月 解满了我的感情 我的人生行走在你的心里 曾经能寻觅 寻觅是感动 感动你 我是成长的风和雨 曾经的错都是回忆 错都是回忆 回忆你 回忆你 我是泪花 飘泊的甜蜜 曾经的梦想 梦想是爱你 爱你 让我的生命如此 如此的美丽 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等你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让我一路守着你 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等你 你去哪里 让我一路守着你 你去哪里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等你 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等你 你在哪里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在哪里 你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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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天雄是个男人 是个懂得女人 懂得什么是好女人的男人 你当着我们两个人面 表个态 是留还是走 你决定